黑木方块,给我力量吧,走你,漂亮,二楼十年单身,换一个,付出,呸,换一个五十万EMC值,全是钻石 啊,完了,他不仅没给我出,还把我旁边的一个紫色幸运方块给挤掉了 黑木方块真,真该,真该啊,真好运啊,这个付,真,太棒了,救你了 黑木方块,我决定了,救他了,兄弟们,咱们要小心他如果开出什么boss要离远点 这是开出啥,啥没开出来,哦,一双鞋子,能卖吗,不能卖,加速度的,扔掉 我想起件事儿了,黑木方块里边有一个能秒杀的小白,咱们要时刻小心 这是什么,鸡岩头,不行,加速度,加速度的一律不要 我们得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玩这个方块,来,挖一个深坑 这么玩,哎,这小白就算开出来,他也拿不到我,哎,什么鬼 我去,自己给炸了个洞,也行,无所谓,都一样的嘛 我们再挖点深坑,反正我的开方关的距离是很远的 你看,哎,这什么,厕所 哎呀呀,出不居了,没事,我们再传送出去 再挖一个坑,安全啊,这样做是为了安全,一定要这么玩 这样小白打我,他不容易打到我 什么东西啊,好像是个裤子 什么裤子呢,哦,加抗性提升,而且还加跳跃提升 这裤子好,那我看能破坏不,好像是可以破坏的,有耐久的 咱们要小心 一双鞋,先不管,先不管,非要是,也不管 哎,抚摸工具,我得看一眼,这个抚摸工具不是很厉害啊 一般般的那种,肌炎鞋不用看,肯定加速度 哦,好像是陷阱 这个黑幕方块,哎呀,来了条裤子 裤子也是不能卖的,我们继续往洞里开啊,继续再洞里开 我觉得我们应该做点别的方块呢 黑幕方块能开装备,这是真的 但是,他并不能给我们带来 哎呀,这装备 不加速度,加血料,这个胸甲非常好 而且他魔法防御全满 这个胸甲,完美完美 我现在还有多少EMC值 够不够做一个其他方块 五万多,够的,兄弟们,完全够用的 来,咱们回家 我们来看一下啊,这里边还有一些 其他的方块,比如说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方块 他是用染料做出来的 我们有这些相关的染料吗 我来看一下 就找一下花就行 哎呀,花这不简单的很 一出门,那不就有呢 就那个染料就可以 甚至咱们家旁边都有 咱跑的速度有点慢啊 不过不要紧 喜欢这个系列的小伙伴们 记得点赞啊,一定要点赞哦 然后可以发发评论什么的 然后我们先回屋里边 这个染料就搞定了 冰橘 不用这么多 然后我一圈 他可能做出来的方块也不是这个方块啊 这里边好多种方块的合成方法是一样的 新换的鼠标有点卡 哎呀,这什么 怎么变成绿色方块 哎,管他呢 肯定差不了 怎么都比黑木方块强 我觉得 开出猪了 空呢 僵尸 我错了 这方块不太行啊 这方块 这家给我坑了兄弟们 我们往雪地那边走 这样容易看到一些个 紫色方块 我们方便升级EMC值 看来这个系列难度不是我想的 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容易啊 跑得太慢了 我怎么感觉我这个装备有减速效果呢 果然 这里有两个方块 我们还是得做那蓝色的 那蓝色的看着顺眼一点 这紫色方块就不用想了 专门开装备 以及怪物啊 就那些boss 咱们拿三个方块吧 这三个方块相当于是咱们的原始EMC值了 之前还遇到过紫色的 不对 黄色的方块 其实那个方块应该也不错 哦,这还有一个紫色的 收集这四六二四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拥有二十多万的EMC值 哦,加上那个就是三十万嘛 这个启动资金应该是够用的 咱们想法搞一个那个黄色的方块 我觉得那黄色的代表黄金 是吧 没准能多赚点EMC值 就是这个 墨囊 诶,等等 他也是用墨囊 他也是用墨囊 看来这个得用创造合成 正常的合成方法是合成不了的 诶,刚才我是不是少减了一个 怎么感觉少了一个 来,管他呢 咱们先去做这黄色方块 哈哈哈哈